嗨,大家好,这里是E2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在家高校上网课 上网课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情 不管你是初中、高中 还是大学、研究生 都难摆脱上网课的命运 要么是学校需要 要么是转专业需要 要么是提升自己的需要 学会高校上网课 是我们当代学生必备的学习素质之一 它好似变了一个赛道 在家里就悄无声心的 拉开我们学习之间的差距 那么如何在家里高校的上网课呢 我根据我自己多年的网课经验 总结了以下几个要点 网课跟现实课堂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给人的义步感 虽然很多网课都是通过 丁丁腾讯会议 老师实时教授的 但这种义步感还是存在的 没有老师能够亲自的来到你身边 给你解答问题 你格外的孤独 你需要独自听课 独自学习 独自看书 独自领会 这对我们的自律性和独立性的要求 非常的高 但家里还没有学习氛围 那这该怎么办呢 因此这需要我们结构化 我们的一天 把网课当成真实的课堂 跟在学校一样 严格做好一天的安排 6点50闹钟一响 告诉自己该上学了 7点洗漱好 换上校服 或者自己外穿的衣服 打扮好自己 穿上鞋 整理好书包 钥匙 水杯 你真实到校上课怎么做 你在家里就怎么做 7点10分 吃完早餐 开始早读 8点开始上课 在家里上课的你 需要给自己腾出来一个干净的桌子 不过有条件 桌子最好在一个干净空旷的房间 而不是在杂乱的卧室 如果没有条件 就收拾好卧室 把你觉得放松的东西 比如说娃娃 抱枕 都收拾起来 这一切的目的 就是给你营造一个上学的感觉 严肃认真的学习环境 区别开你放松的时间 让你一天的开头变得fresh 不然你在家一天到晚 穿着睡衣 踢了着拖鞋 脸也不洗 头也不洗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心理上就已经没有在学校那样严肃的感觉了 除此之外 你需要记录下今天具体的安排 可以弄一张纸 或者小黑板挂在旁边 写上几点到几点早读 几点到几点上什么课 几点到几点学习 自习 写什么作业 手机和pad也能帮你做到这一点 时刻能看到自己一天的安排 就会让你在家的时间变得更有结构性 方法二 用周计划和笔记 弥补情景记忆 心理学家关于网课的研究 有一个很有趣的发现 就是网课会削弱你的情景记忆 让你有一种迷乱感 困惑感 总记不住事 那么什么是情景记忆呢 情景记忆 是自传式的主观记忆 这种记忆是人类独有的 能与过去特定的时间 一点 连接的情感 以及其他相关联的知识 联系起来的 是可以被明确指出的记忆 比如讲唐吉克德这张的时候 我记得是在我们学校的第二教训楼 当时是一个夏天 藤蔓谈满了窗户 就非常的阴凉 老师讲那个主人公 他迷恋中世纪的奇事小说 闹出了很多笑话 既滑稽又悲悯 上课后还给我们留了一个论文的作业 这就是一个情景记忆 我所处的时间 地点 与我同在的人物 连接的感情 能够让我记起一段学习内容 老师的一个表情 和留下的一个具体的作业 但网课不一样 我们日复一日地坐在屏幕前 时间 地点 和情景都是一样的 经常乱了节奏 慌了阵脚 连几月几日都忘了 所以网课需要我们做好 周课程表和任务表 去弥补情景记忆的不足 老师时时提到的任务 你就时时记下来 你主动记 比老师被动地提醒你 更能让你心里有数 你甚至可以一节课 换一个地方上网课 这节课在卧室上 这节课在客厅上 那节课去书房上 给自己增加一些情景记忆 也能够不对一个环境产生倦怠 切换一下心情 为了弥补情景记忆的不足 认真听讲 做好笔记 也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讲课 一般都是有逻辑串联的 从一个知识点 过渡到另一个知识点 老师的逻辑是什么 重要的知识点是什么 都需要你课堂认真的跟紧节奏 课堂上记下要点 自己的心路历程 想法 以及疑惑 那上网课经常跟不上老师的节奏 该怎么办呢 学在前面 能够弥补你情景记忆的不足 让你在课上 更好的跟紧老师 预习的重要性 和学霸预习的方法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链接 方法三 与老师和同学进行课堂互动 网课冗长枯燥 有的时候经常失去耐心 不想去听课 我的方法是 每次上课前 要求自己回答老师三个问题 或者向老师提问三个问题 网课一般都是有互动的 老师会允许学生举手回答问题 也会允许我们去提问 如果你在上课前 就给自己定下这个目标 真的 你上课的时候就会非常努力的去跟上 老师去听讲 这样你跟上了 你才能去回答问题 你才能去提出一个比较合理的问题 你是有KPI需要去完成的 那整个课堂就会让你有目标感和任务感 它不再是一个跟你绝缘的另一个东西 而是跟你息息相关 你去融入其中的一个真实的课堂 所以不要去嘲笑那些上课回答老师问题 提问的学生 向他们学习不要觉得丢脸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老师能够观察到你 你想老师整天对着一个屏幕他也累 对着屏幕上的五六十个学生 他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人 但是你积极的互动 积极的去提问和回答 老师就能够注意到你 并且能够实时的了解到你 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也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到你 方法四 整理好学习资料 再加上网课 学习资料非常的杂乱 很容易追溯不到一个具体的内容 首先把你的网盘给整理干净 按照学科把学习文件 一级一级的命名 整理归纳好 书本材料也需要按照科目有序的整理好 作业有序的排列好 这样能够节省你大量的找东西的时间 每个科目的笔记 用不同的笔记本 按照结构串联好 让你的学习 不论是从整理 还是从逻辑来看 都清晰可循 方法五 休息的时间 换个环境 我们出高中下课的时候 都会冲出去跑着玩 或者跟朋友在楼下散个步 聊个天 大学更是如此 一节课下课就得滑滑板 骑着自行车 要么走路 到下一个教学楼去学习 这样中间休息的时间 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mental break 它切换了你大脑的场景 让你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放松 也让你觉得上一节课和下一节课中间 是无力的 有边界感的 我记得我实习的时候 就是经常坐在写字楼里的一个小隔断 工作一天 当时就感觉特别压抑 我要么在市中心花时间走走 要么就在楼梯间里上下跑 就是为了让我有一个不一样的喘息时间 方便我在下一个阶段 精力饱满的去投入工作 在家上网课 跟我在小隔间里实习 没太大区别 所以你休息的时间 如果坐在原地玩手机 或者是坐在那儿吃水果 都是没办法让你实现真正的休息的 因为你大脑的场景没有切换 没有一个给自己喘息的空间 你一天的时间就像一个面疙瘩 又大又沉重 所以网课休息的时间 要么下楼跑跑 要么在楼梯间跑一跑 换一个环境 给自己大脑一个mental break 方法六 学会求助 网课跟不上怎么办 作业不会写怎么办 网课可是不会等你的 你需要花时间自己去解决 要么在课堂上提问 要么课下给老师发消息提问 要么就去连麦学霸同学 向他们提问 同时你还要经常回顾你的笔记和学习资料 不然你真的上完网课 关掉屏幕什么都忘了 总之上网课已经够难够累的了 你一定要重视你自己不会的问题 要学会寻求帮助 千万不要糊弄过去 否则这个网课这辆列车可是不等人的 你的知识漏洞越滚越大 像滚雪球一样 网课真的像一辆火车一样 你需要主动的去坐上去 而不是马不停蹄的去追赶它 不然真的太累了 好的硬件 外部环境和你好的软件 你的学习方法互相效力 才能让你的网课更加的有效率 有意义 好啦 以上就是我在学习网课中总结的提高效率的方法 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如果你有好的建议 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 最后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网课学习经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